和宋楚瑜的互动成为焦点 因为在这一场祝寿宴上 宋楚瑜也坐在主桌 而且桌上的名牌 特别写着宋前省长 也让宋楚瑜有感而发地说 感谢李前总统的栽培 让这个省长 只有宋楚瑜一个人可以享有 由最疼爱的孙女儿 乔乔带头唱生日歌和切蛋糕 让前总统李登辉超级开心 更难得的公开亲吻夫人曾文慧 最短一口 多谢你 我爱你 爱的告白让曾文慧羞答答 寿宴气氛融洽 一直到宋楚瑜上台祝寿室 上面写的是宋前省长楚瑜 我要谢谢李总统 因为您的栽培 让这个省长 只有宋楚瑜一个人可以享有 这一番感想还真的是话中有话 兵贺们强妙地用笑声带过 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主人家的好心情 频频拿着红酒杯到处敬酒 还安排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坐在身边 连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肖万长 和连战都没有被邀请 这一场寿宴李登辉的政治角力运作 还真的是高深莫测 记者综合报导 今年